我們生活中遭到有一些沒有辦法更換電池的產品 像是這樣子小小的裝置、內建電池、小小的口袋攝影燈 也是內建電池的 那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這些電池如果老了 續電續航降低了 或者甚至像是我手上這個無線麥克風裡面電池膨脹了 我們該如何更換它 那我們來稍微分享一下這個電池的規格怎麼看 那我們這種小小的電池 它上面其實是有一組數字的 那你可以去看它上面到底是寫什麼 像這一款電池上面寫552535 表示它是5 前面兩個數字是代表它的厚度 所以55就是5.5毫米的部分 那後面2535的部分是 後面2535是 2.5跟3.5公分 所以是這樣子看我們的電池型號 所以你只要找得到電池大小 更小或者是差不多大小的 你就可以把它換 所以你這樣子就可以輕鬆到網路上去找這種 所以你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這個型號之後 你會看這個數字型號之後 你就很容易在我們的網路上購買到 適合你的產品的電池大小 你可以買更小了 但你不能買更大了 因為你這樣子就放不回原本的盒子裡面 你這樣子的話 你這樣子就出現了 你這樣子就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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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 你這樣子就拿去 好